早晨各位觀眾聽眾 歡迎收聽港台電視三十一和香港電台第一台的星期六問責 今天繼續有我彭德章和拍檔蘇啟治為大家主持節目 早晨 早晨彭德章 早晨 早晨 政府公布幸福指引概念究竟有甚麼呢 就是日後新建的公屋然後現有屋村翻身都有機會用到一些幸福設計指引的建議 包括建議在升降機裏有些斜椅 善用屋村範圍 增設挽跑徑 健身設施等等 整套設計指引後下星期四便會公佈 另外五条屋专章会先试行 按照幸福设计概念进行较大规模的改善措施 预计2027年就陆续完成了 另外主要被淪后了公屋三年人士申请的简约公屋 现在收到多少申请呢 申请人有何时才会知道有结果 公屋如何才能有多些幸福感 或者你对房屋政策有任何意见 都欢迎打来1872311 就是和今天的嘉宾聊聊 就是房屋局局长何永然的 早晨 局长 早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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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房屋局和房屋公布一些公屋的幸福设计指引概要 可不可以和大家简介一下重点 八个幸福设计指引概念是怎样整合出来的 好 其实整个构思都可以想起 2022年6月 特首第一次带一个问责班子见传媒的时候 他就请我们每人短短地说一下我们自己未来这个 譬如我和房屋有关的工作 我提了提速、提量、提效 当时大家讲很多 到最后我记得我说希望我们建的公屋可以温暖万家 员工屋、乱万家这样结束了我 第一次见传媒的 这个员工屋、乱万家这个一直留在心 当我们继续做推进我们的项目 提速、提量、提效的时候 都开始有朋友跟我们讲提责的 既然未来有这么大量的公营房屋兴建 简约工屋、过渡性房屋 这么大量兴建 是不是应该利用这个机会 都不要忘记提责呢 这件事其实跟我第一次见大家说 员工屋、溫暖、万家 这件事是扣得起的 那个温暖怎样来呢 提责怎样做呢 当我们大量兴建的时候 其实同事都是要去做设计的了 都是要利用每一个大型的屋邨 都有百分之三十的空间 去做园林设计去给很多的设施 怎样我们做设计时常常说是 挤心 什么叫挤心呢 就是挤多些心思的意思 我们很多时跟同事说 这个同事做得好 很挤心 就是说他想的时候 想得很细致 很细心 这些就是慢慢发展 我们有个幸福感 这一样这样的想法 亦都很有趣的 我最初去看房委会多年的工程 当然他们过去五十年不断建设计很多的公屋 有些真的做得很好的 新建的有很多例子很好的 安泰邨 海达邨 皇后山邨 有些园林设计的平台是很好的 但是也有部分就是未必吸收了 那些这么好的屋邨的一些好处 怎样令到一些同事做得很好的项目的一些好处 我们可以收集了它 变成一个设计搜查 让所有的屋邨以后新建的时候 都将这些好东西一起吸收 一起提升 无论我们自己本身的建筑师 或者是顾问建筑师 或者设计建筑团队里面的设计师 大家一起吸收 好了 另外就是现有屋邨 现有屋邨有些都是旧了的 空间不少的 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做的房屋项目都留了很多空间 给居民 空间不少 但是设施旧一些 旧识了一些的一些想法 是不是有东西可以趁着我们都五年十年 会做一些翻身项目的时候 将它做好一点呢 那就走出我们一个好奇心了 其实公屋居民他们最看着做什么呢 什么可以令他们带来多些的幸福感呢 那我们就做了很多的访问 见了很多很多的居民 然后就做了这个幸福设计的指引出来 但譬如幸福设计指引 怎样去离定呢 譬如可能有顾问公司 他们用什么的方式去收集居民意见 还有怎样去确保那个资商的结果是可以有一个代表性 是真的可以提升幸福感 其实房处的团队和顾问是非常紧密 是一对人一条心这样 就想了就好像彭德璋你说 那我从何得知呢 第一他们很好设计了一架小巴 一个小van我们叫做幸福号 这个幸福号就去了我17个区 全香港18个区 除了湾仔区是没有公屋 17个区都有公屋的 去了17个区然后就摆档了 在26个村那里摆档 那可能是一天有需要多摆几天 就在这做一些问卷 做一些游戏 做一些调查 有一些工具的 让一些老人家小朋友都可以表达到 其实你在屋村最喜欢的是什么呢 那就用不同的方法 总共找了成三千个居民 有些就深入一点去访谈 好了三千个居民 每人给三个意见 都成万个意见 真是多谢这个团队 他们很细心把他们归类 整理 也都背后这个团队 其实再加上很多不同的专业的 建筑师 规划师 园林设计师 理工大学的复康治疗系 护理的 社工的 屋村管理的 很多很多的专业团队一起 看完那些问卷之后 就大家再去分析了 于是就得出八个幸福概念 就是这样一步一步的蒸馏出来 整套幸福设计指引 将会在下星期四 9月12日会再发布的 那有没有新的内容 有没有新的措施 可以现在预告一下 好啊 我今天带来的就是一本概要 这个概要就由那八个幸福概念 我那天见传媒 都讲了那八个幸福概念 就是大概念 大框架 那八个概念 我大概分为四组 第一组跟健康有关 因为在调查中 发觉很多居民好看更健康 也都很喜欢我们屋邨 其实很多空间 能够发挥多些 去增进一个健康 绿色生活的环境 心情都好些 身心都开心 所以我们第一组就是 活力健康 绿色生活 这个为之第一组 第二组就是 屋邨的特色就是 你知道四五十年前 我们开始发展屋邨 有些人带着小孩进去 可能二十多三十岁 到今天七十岁八十岁 变成老人家 但是那些子女大了 还有孙子了 三代同堂 所以夸代共用 都是其中一个 我们很想要探讨多些 老人家多 变成就是落寧安居了 老人家怎样可以住得好些 其实老人家都教了我们很多东西的 这是第二组 第三组就是 屋邨大家都发现 很有人情味的 不是那么个人的 因为可能屋邨的居住环境 你可以说是逼一些 但是逼一些就令到那些轮里 常常可以碰面 走廊很长 大家出入的时候 看到那些左轮有你 等车的时候聊天 这个轮舍关系很有特色 很有香港 我们自己本身屋邨的一个特色 怎样发挥呢 于是就是加社互联 家庭和社区的互联 好了 社区与社区之间又要联系 譬如一个 我们发展海达村去到海边 我们要给一条桥 它进去市区里面 于是就是社区联系第三组 第四组就是整件事在屋邨 我们希望大家增值上流 香港有我们的房屋阶梯 在那个地区形象增值上流 那里 怎样可以提供更多资讯 更多服务 解决了居民困难之余 令到他们有个信心 再去上进上流 这就是第四组 这个就是主要的大概念 苏啟茨你刚才说 那那个研讨会又怎样呢 研讨会呢 第一我们有世界各地不同的嘉宾 来和我们做演讲者 分享 下个星期四那个 下个星期四12号 那个都很开心的 我们现在有很多不同的城市 的代表会来的 内地就是北京 杭州 杭州 深圳 大家知道杭州 深圳都是一些比较进步的城市 杭州也是全国最宜居的城市 那真的可以和他们学习一下 幸福感是怎样营造呢 杭州你讲了很多新的想法 这个幸福设计指引 未来会不会是 有没有想法是 全港的屋邨要长远的执行呢 如果执行的话 有没有想过要额外给多少钱 长远的负担有多少呢 是的 这个指引 大家听到我 讲回个故事 怎样走这个指引出来呢 都是想我们的公共屋邨 有一些做得很好 好的东西怎样留下 怎样将那些好的东西 在每一个屋邨 大家都一起 跟这些好的例子 一起去提升 旧的屋邨翻身的时候 怎样去提升 所以这个指引 我都和同事说 是一个活的指引 这个指引不能够说 出了世之后 就放在这里 时代会进步的 幸福感是会进步的 大家记得五十年前的公屋 有个房子 有瓦遮头 不会追求说 要自己独立洗手间的了 都是共用的 煮饭的地方 都在一个冷行里搬个火水炉 都没有一个所谓煮食空间 在自己的屋内 但是当时是很开心 很开心 但是当时的开心放在今天 就不够好的了 坦白说 所以时代进步是应该的 我们应该不断去求进 不断去思考 所以这个幸福设计指引 是一个活的指引 应该是定时去更新 或者同事是 看到有些好的设计 好的想法 应该是常常 将这些好的想法都存起它 然后呢 就一直这样去发展 还要更新 那并且额外的支出有多少呢 有没有预算到多少呢 更新的呢 就自己本身同事都可以做的了 就是这个工作第一轮 那当然了 我们要找顾问帮忙 但是这个手冊出了世之后 就属于房处的同事的了 那房处的同事呢 就会照顾它了 点点滴滴的 或者有一些 在想到那个高度 怎样可以再好些 那就再在手冊那里做个更新 其实很多部门都有的 很多部门的一些好的作业被考 都是个部门自己不断去更新 那我理解是不是 由恒常的支出里面 可以做到这件事呢 做到 因为同事本身的工作 就是要去做好它的设计 就是不需要太多额外的支出 好像我刚才这么说 其实很多政府部门 都有一些作业被考 或者是它自己内部的 一些所谓good practice 那这些good practice 就是部门自己 一路去一路去发展 一路其实很有心的 同事很想自己的工作 越做越好 我相信譬如说台 那你可能都有很多 你们自己好的作业被考 我们谈回譬如一般公屋住户 他们会关心些什么 很多的观察就是说 他们的担忧 就是可不可以迅速解决这个才是关键 譬如一些的衛生 保安 草阴等等 看看有些公屋 譬如他们楼下窄口 旁边就是垃圾房的 未进到大厦 已经闻到一些臭味 幸福的设计 是不是应该针对 这些基本的要求呢 多谢彭德鑫 基本要求呢 就不用说的 一定要做好的 所以如果遇到这些问题 譬如你说渠管塞了 或者是 这些垃圾的处理不好 这些应该是即时通知我们的区的经理 譬如说有一些设施可能已经真的烂了 我们多谢大家 将这些讯息 告诉区经理 其实这些是我们恒想做好的服务 反而最困扰他们可能就是 譬如楼宁大 可能他们家里 有些厕所天花 有渗水 有石线剝落的情况 但我们很多时候都看到一些报道 就是没有及时得到处理 这些会不会是首要幸福指引 应该可以帮到他们的事先走呢 绝对 绝对是 都在那里公开呼吁 如果哪个的屋内 会有这么严重的情况 现在不满意的处理速度 又流水又天花 请大家尽快联络我们的村经理 彭德鑫你这么说 有时每一家都有独特的情况 有些我们想若进去做 都不容易 不是那么容易给我们时间 种种原因 所以真的有急切需要 尽快通知我们的经理 我们一定会尽快处理 另外有些调查说 居所面积的增加 对心理幸福感也有帮助 同样增加 幸福设计指引里面 为什么有没有提及居住面积呢 是否这方面比较难做呢 局长 我们做这个幸福设计指引 因为收集了很多不同的意见 这些意见呢 我们都会放在心中 分一个优势去处理 住大一点 我记得上次我们做特首施政报告的地区咨询 去到我那个课室的时候 都有一个年轻人提到这个 住大一点的问题 我记得特首当时的回应就说 都总要分优势的 我们眼前 我们那个过往的土地供应 以前是困难 那现在 未来十年的土地 的供应充足了 在手了 眼前就必须要尽快 起多些 起快些 提速提量提效 去提供多些的居所 让那个轮后时间 可以有所改善 这个是第一个重点 好了 望向未来 十年 十年较后的时间 在一些规划的时候 譬如我们在想的人工岛 或者有些北都的地块 我们规划的供应房屋 事实上都预留多了 百分之十的空间的增长 但是大家不要忘记 这个单位大了百分之十 所需的土地都会多了 是不是 就是有关系的 所以我们眼前 真的要善用眼前 得来的土地 尽快去做一个 可以说追落后 做好了 然后望远一点 是有这个空间 眼前我们其实都做了些事情 譬如将我们的支座房屋 那个面积封底 在2627年出现的支座房屋 就不会再小过26平方米 我那些六字居 其实小过26平方米的那些 已经是卖光了 所以可以说是绝积的了 接下来都会是大过26平方米的 居屋 大家看到今期的居屋 有五个地点 其中启德 都还有一些是 一百八十多尺的那些 这个也是最后一批的了 卖完之后 踏入2627就不会再有小过26平方米 这个都是我们满足香港人 绝大一点的愿望的一些策略 局长提到譬如幸福设计里面 有一些街坊 彼此的联系叫加社互联 或者听众对于这方面 什么的意见都可以打来一百七二三一 谈一下 觉得怎样可以提升幸福感 就打来和局长分享一下 说回那个加社互联 有些意见就是说 现在那个指引 都是在一些硬件的配套那里 怎样可以软硬兼私 譬如会不会透过教育 去加强那个伦理关系 变成这一件事 会不会就是一个 都是房屋局的责任来的呢 好啊 其实 是不是一个 叫做责任呢 其实大家都有个心 就是很感谢我的房屋住的同事 大家都有个心 既然我们想了这八个元素 对于屋邨是这么重要 有什么方法呢 那我们今次那个手冊 有一个部分都提了就是 我们会在一些合适的位置 可能有一些 你可以说是 好像口号那样的形式 譬如彭德章你说 哎 鼓励一下 照顾老人家 那会不会我们在一些位置 就提大家 跟人打个招呼 早上见到人 笑一笑 或者见到老人家 拿着重东西 问他 要不需要帮忙 或者很简单 拉着门 让他进去先 小东西的 按着升降 让大家进去先 这些呢 我们都会在我们那些 可能电子的告示板 或者在那些墙壁上面 我们有时都要有一些图案的 那些图案 我们可不可以化成这些 生活日常的贴士 不帮助伦理关系之余 可能鼓励一下做运动 提一下大家 每天30分钟 做了没有 诸如此类 时间关系 我们下一节再谈一下 怎样可以令公屋提升幸福感 187231 欢迎打来发表意见 8点37分 上一节我们和房屋局局长何永然谈到 就是政府推出的公屋幸福设计指引概要 我们现在立刻听听听众的电话 就是陈先生的 早晨 陈先生 早晨 请说 你好 校局长 是吗 是呀 你好 陈先生 你好 早晨 早晨 我觉得你推行幸福感的屋村 计立其实是挺好的 新村 比如我最近去到叶旺村 叶和楼那些 比起以前青田村 走廊就更宽落 就是轮椅又可以出入得很好 还有单位都很通风 就是上去朋友家 但是问题就是 当然其实青田和和田那些新楼 都其实是 那个位置 或者是里面的社区 配套或设施那些 都是很到位 例如青田村 不同的座数 我看到它都可以是 走路都可以去到 而且是 可以担 不用担遮 又押了头 设计得很好 多谢多谢 但是问题就是 舊村 我觉得 譬如说很多 和乐 福来 五六十年 即五六十年 樓龄那些 屋村 大卿 匿园和乐 那些 即是 你怎么说 即使提升幸福感 譬如说 屯門区 胡蝶村 有些人 即是说 做一些幸福感 但是 始终我觉得 它的单位 内拢 和外场 始终是这么久 那些要穿这么多年 就算 加上厕所 又有一级 轮椅那些又不方便 还有干湿 又不分离 我觉得 你会不会考虑 重建计划 好 谢谢你 陈先生 跟你谈到这里 接着下一位 会是关女士 我们都听了关女士的意见 早晨关女士 早晨关女士 两位 节目主持人 和局长 你好 你好关女士 我是现有公屋的居民 其实得到公屋 已经是很幸福 不过可不可以持续 就成疑了 其实我居住的屋村 我居住的旗数 其实不是很久的 是十二年楼 那些设施 都比较追得上 但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局长 你同不同意 其实你加设任何东西都好 最重要的就是 有没有做好管理 来修保药 我就说 你说希望在旧的 现在选择了那五条屋村 或者加一些椅子 给一些长者 可以下街 认识多些朋友 那些 我就说我自己住的旗数 我是住石杰尾村的 是是是 我是第五旗 下成了十二年 那一个主要的罗马 港场 但是我可以告诉你 是骯髒到不堪 和国资 烂了很久 你投诉 有些座椅 直接烂了超过两年多 在这边我们怎样有幸福感 我们其实居民是很卑微的 只不过希望在房屋条例下安居 真的是管理 所以你刚才说得很对 是一个栽生 明白 好 谢谢 两位听众 都分别提到 可能就是譬如 柳陵大一点 就算譬如好像关女士那样 那条村不是太大 柳陵不是太大 都十二年 但都出现一些保养 要去维修 局长怎样回应 第一 我虽然没有筆 我一定会记住 这位女士 讲的石劫尾村 这个罗马广场 我稍后完结了这个节目 我就会 请同事去帮忙 看一看 这个沟通很重要 常常居民 看到有些设施 真的 咦 为什么 好像有些东西 烂了一段时间 我去不了那么多村 但是每条村 一定有我们的经理团队 很欢迎大家 把这些反映给我们 我们的维修保养团 他们都真的知道了之后 他们都会迅速行动 中间的沟通 是不是出了什么问题 一会儿完整的节目 我会马上去理解一下 我也很多谢两位听众 其实很说得出我们现在的屋邨的情况 新的屋邨很多谢第一位先生 他看得到真的不断进步 我们的设计 我们的团队 大家想的东西都是很齐备的 旧的屋邨就是个挑战 如何在旧有的环境逐步改善 我们的策略 今次的幸福设计在旧有屋邨 我们先选择10条屋邨 就做了一些改善计划 然后呢 又再选择10条 即是现在已经公布了20条屋邨 有些就已经在做 有些就准备做设计 准备开工 我们希望滚泉 我们希望每年10条 10条10条 一路滚泉下去 一路路把一些旧有的屋邨的设施 都改善 也都希望这个过程 提醒大家的团队 居民是很注意他们居住的幸福感的 无论维修保养团队 管理团队 自己都多走一步 多去看一看 都不用居民提的 如果有些设施真的破坏了 其实自己都可以记录了 通知回维修保养部 早点去做好 让居民真的住得开心 这个都是我们的基本工作 不少的屋邨 譬如柳寧都慢慢 越来越长 譬如在幸福設計里面 都有个幸福范例去针对 譬如一些年长的住户 譬如照顾者的一些有善设施 包括譬如在康体公共的空间 去设置一些面向游乐场 或者康建设施 有些多样化的座椅 等照顾者可以 譬如坐下休息 就是这样 但譬如要令到照顾者觉得幸福 这些是否可以帮到他 还是他们最基本上 可能都是想要支援 譬如在社区里面 有没有人帮到他去照顾 让他生活之余 都可以透到一口气 那是否反而更加有幸福感 没错 在我们家社互联的部分 或者社区联系的部分 正正就是提到这些情况 其实屋邨的下面 有时有很多的空间 它是一些有盖的空间 这些地方其实是可以做一些活动 或者我们屋邨的大堂 可以提供一些资讯 譬如照顾者支援的电话 热线这些资讯 都可以在我们的大堂 那些电子布市那里 发放多一些 每个村 其实屋邨有个特色的 我们很多时候 都有很多流动服务的 流动的健康服务 流动的可能就是 这些照顾者支援服务 社福服务 飘书 流动图书馆 这些流动车来到之后 我们现在都有一个建议 就是在一个流动服务区 怎样可以做设计做得好些 譬如有位置被人坐 等着的时候 如果有空间 就放一些健身设施 移动一下 不要只坐在那里 好了 充电 车来到都要充电 那充电 可不可以顺便给居民 电话都充电 如果有需要的时候 諸如此类 那这个就是 好像彭得章 你这样说 正正就是我们知道 照顾者 他需要的是软件 我们希望透过这些硬件 令到软件设施的引进 都可以做得好 另外 幸福设计的指引 其实会不会适合 或者想不想适合居屋的那里呢 会的 是的 因为居屋都有些空间 居屋都可能有长者出入 所以我们有建议的东西 是合适居屋的设计的时候 我们都会放到居屋的设计那里 另外日后防委会 项目招标 你提过 幸福设计的指引 在标书里面有影响分数 但占的比例有多大呢 需要很多的幸福指数 才有机会乘数 是 我想这个就一整体了 因为大家去评定 顾问好 或者我们的设计及顾问合约 就会有一个分数 是给那个设计的 就是说整体设计 开那个设计 开得好不好 或者他们建议的一些概念 是不是善用到一些空间的概念 哪个将我们的 幸福设计指引吸收得好的 或者在他们的建议里面 着脈多一些的 或者提议一些细部的设计 是符合我们的幸福设计指引 我们就鼓励了 大家交一些标书回来的时候 就多些参考我们的指引 变成大家的力量 不是只有我们的指引 希望是整个专业的界别 大家喜欢这个题目的 都帮忙一起想 但比例要多少呢 例如我入标 我都希望一省两省有幸福指引 又不是这样去分 因为我们看设计是一个整体 是吧 就是你设计那个圆林设施 或者那些健康的设施 或者你是否看得到 原来我这个地块和区旁边的一些行山径 海滨走廊或者是一些单车径 原来区望远一点有这些 那我们会不会在设计那里有多些指示牌 或者和单车径连接的时候 有一些摆单车的位置 那这些就按个别设计去发挥了 好 至于在轮后公屋 可能超过三年的话 就有机会申请简约公屋 局长我们说简约公屋 好啊 转下一个题目 首期的选举分别有元朗和牛头角 看看房屋局 例如回复传媒查询 截至8月底有10,800份的申请 较多是申请市区 我们先说申请人数 是不是你的预期之中 譬如这1,000多份申请 他们什么时候会知道结果呢 那个踊跃程度 我自己超出了我的预期 因为我们今次提供4,400个单位 一开已经超过一万 直到今天是10,800 11,000左右 市区多些我想都自然 其实很有趣 我早前很感谢基督教旅青年会 帮我们组织了两个旅游巴的基层居民 去了元朗游博路去看简约公屋的示范单位 当中有很多老人家 那些老人家一看完之后 他走来跟我说 他说我交了一张表 我交了市区 我想来新界 原来这里很好 他看过 他说我怎么改 我同事很好 有个年轻人 马上走过来 说你留下个名字 留下联络 我回去跟你看看报名表 如果改了新界 坦白说 新界选择的人 自然就没有市区那么多 因为我问那个伯伯 当初你为什么选市区 他说 都是很自然 就是自己 市区就是市区 不知道原来新界 在元朗这个位置 就是都绿水青山 那样 他觉得都很舒服 那 变成 如果他是选新界的话 他入住的机会 真是大一点 因为我们在评分来说 如果是市区是多的 那当然你就要相当高分 才可以入到市区 那如果这个伯伯 他又很心急 想改善环境 那他就说 不如我转新界 那一个伯伯跟我说 就另外有一个 另外一个老人家 一两个老人家 都走过来了 找我的同事 就说我都给你了 我都想转新界 所以我想有时候 都是基于一些 习惯性的认知 就是你叫他选 他很自然 剔了市区 那所以呢 也都很有趣 我们收回来的申请表 很多就是 都真的佔相当数量 就是那一格 刺了 就是我们说明 每格你都要填 那他可能是不是犹疑 不知道市区 新界什么环境 抗展市区就是什么意思 他犹豫在市区上来 就流空了 那我的同事 就要着个着着 联络回他们 找回他们 跟他们谈 其实你的选择是什么呢 尊重他们的选择 你提到申请人 他们的关心 其实结果是什么时候 会知道呢 还有申请人想问 如果今次我申请了 落选 那是否自动 就可以参与第二期 又不用再申请呢 还有一个问题 他们都可能会问 如果我接受 给了我 但我放弃 那会不会影响 后来再申请呢 三样东西 什么时候有结果呢 是 结果呢 我们会是大概今年年底了 因为元朗的游博路 就是下年的第一季 就会员工给大家入伙的 很快 所以我们都知道 要一些时间给大家准备 安排退租 或者去搬屋 这些籌备 那我们预算今年年底 就会陆续通知 最快是年底什么时候呢 11月 我估计 你当是12月才 是的 大概这个时间才 能够早一点 知道的 我们尽量早一点 都明白 那些居民是心急的 那另外呢 就是 如果你挑选了 譬如市区好 或者新界好 我们派了一个单位 但是你不要的 对不起了 因为 这样可能就证明 你不是真的有 那麽迫切的需要 因为我们整个选了公屋 真的想给最有迫切需要的家庭 帮助他们 那我们就会给下一个 好了 交了申请那些 不用重复交的 交了申请那些 就算今次 我们通知大家 不成功的话 我们会把你的申请留下 如果是相对地高分的朋友 他仍然都会是佔一个比较高分的位置 所以他也是有机会在我之后 还有二万六千个简易公屋会出现 那我们一路路都会按 他现在交了个表的一些资料去做偏配 局长可否说多些 就是譬如选择新界和市区 现在的比例是多少 就是为何我们这么想问呢 就是因为它牵涉很多东西 第一个就是因为现在 简易公屋有一个一次性的搬迁津贴 由1900元到12000多元不等 但是我们看回 譬如新界他们的住户 那个得到的津贴是多于市区的一倍 是是是 除了有一个这样的落差之外 未来譬如一些新的简易公屋 譬如选择新界的 会不会未来到一个这样的比例 他们那个津贴会多些呢 就是现在究竟那个比例两者是怎样的呢 好 这个津贴呢 首先很感谢关外基金 多谢孙玉涵局长 我想关外基金拨款的时候呢 它当然就是考虑用途的 我们交出去说想申请市区和新界 关外基金它关心的都是说 其实这个拨款是怎样用的 好了我们的计算就是 如果一个家庭它要搬屋 市区新界都要搬的 都要一些费用的 但是你搬去新界 如果你本身是市区搬去新界 路程会远一点 那那个搬迁的费用自然会多一点 如果大家都是市区的 可能需要转学校的机会会低一点 但是如果市区去新界 它可能小朋友要转学校 它可能要买一些校服 一些不同的学校有不同的 一些可能书保 諸如此类 但是不是要多一倍这么多呢 这个数字呢 是我们在过度性房屋那里 收集到的一些资料 一倍实质的数字就是几千元 明白的 几千元它对于不同的家庭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金额 希望整个过程让它们顺利一点 其实我们都是参考了 过度性房屋一些实质的经验 就交了一些资料给关外基金的时候 他们去参考 比如立法会议员在回复传媒的查询的时候 都认为 特别是在新界的住户 这一笔的津贴接近都是派钱 又或者觉得政府这样 是硬销一些新界项目 就认为那个新界项目不吸引 你自己怎样回应呢首先 我的回应刚才就很清晰 我们申请这个津贴 其实反过来 是当时很多议员朋友、社会人士 跟我们说 要想好一些津贴 因为基层市民我们接触了很多 我们时时说他们要做一个决定 就算是一个很恶劣的环境 他们要做一个决定去脱离这个恶劣环境 他们很多时候会卡在一些很实际的位置 譬如老人家 我要搬屋 一屋都是杂物 就是他做一下断捨离 扔一下东西 他都没有力气的 有时堆了很多东西 在轮架床上面 他怎样爬上去 捧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那这些呢 怎样可以给一些津贴 让他们安心可以去搬迁 或者有一些东西真的很够了 他没有办法搬走了 那些床都够了 要给一些费用 他们去添置家具 我们是由一个很实际的层面 也是透过很多议员的朋友 或者很多是 就是照顾劏房的团体 告诉我们 这个津贴 是事实上很能够帮助市民 那我们就是本着这个 走好最后一公里的心 就是说有这么好的简约公屋 或者过度性房屋 设备好了很多 环境好了很多 为什么有些居民 他都还有个犹豫呢 那原来就是这些津贴费用 可以帮助他们做好的决定 局长 刚才我想追问申请监约公屋 你说过 如果他自己放弃了的话 对不起了 没有机会 所以没有机会是什么 他可不可以再申请呢 还是他再申请了 他都不会有机会申请到呢 因为我们已经给了一个机会 那我们就是说有逼切需要的朋友 我们就会编排 那如果我们安排了他放弃的话 那我觉得他可能那个居住需要都不逼切 也都有很多很多人在这儿轮候着 所以我们鼓励大家 如果你派到的时候 就请你拿这个选择 不过他公屋轮候着那个 就不影响的 就是选了公屋就没有机会了 再申请到 另外我们都关心青年人 譬如他们的住房的需要 房屋处就说 在研究中 去帮一些年轻人去买资助出售房屋 那会寻存什么的方向 有房委会的委员就提出 就说青年未来自业储蓄计划 等参与的青年 譬如他存了一定的年期之后 去买资助房屋的时候 可以有一个优先的研究资格 你认为这个是否可以考虑 即是怎样去帮青年人去存首期 怎样去有一个这样的计划 去帮助年轻人呢 其实真的要一个不是很简单 可以大家即时可以说要 怎样去筹备的一个问题 譬如说一些这样的基金 我们听过就是说 有些团体建议就是说 会不会有些类似青年置业基金 这一个基金的设计 能够是有一定的吸引力 我就当然要有一定的利息 派出去的利息 现在的银行的利息都不低 那我又要考虑了 既然放在银行都收这样的利息了 如果我做这样的青年置业基金的时候 我要给多少的利息才会吸引呢 还有其实大家都知道 都有很多不同的基金的 那本身在香港一个 这么发达的金融城市 那个选择都不少 我要和不同的这些基金 去做好一个设计 而是保持一个吸引力 而我防委会也是负担得到 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情况 所以都不能轻言说 一定会做还是怎么样 不过我们会研究一下 需要时间研究 是的我们要细心研究一下 好 今天谢谢何永元局长 一起访问局局长 和我们聊到这里